张紫妍案即将宣判,五千页证词揭开陪水血泪史,真相让人不忍 张紫妍案即将宣判,五千页证词揭开陪水血泪史,真相让人不忍 韩国语星张紫妍自从2009年在家上吊自杀,留下一书细数被经纪公司强迫陪水过程和名单,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官方一度试图大事化小掩盖真相,但是挡不住网友群情激愤,该案于2018年初重启 在舆论的压力下,案情线进展迅速,既之前有同公司师妹讲述陪酒细节 好友公开生前短信之后,7月7日,警方通过披露调查最新进展 表示目前已整理出相关嫌疑人和证人的口供多达五千页 其中除了有师妹讲述的站在桌上被诠释人物调戏的情景 还有前流性经纪人实名揭发,讲述张紫妍再曾打电话给自己哭诉不堪忍受折磨 被迫接待高层人士,甚至同时与五人陪睡,站在酒桌上跳演五公众人为官 除了这些令人愤怒的细节,媒体还披露了张紫妍生前精神状态已经趋于崩溃状态 曾把自己比做陪酒妹,自嘲说,我的饥客量比陪酒妹还多呢 也曾在自杀前五天向前同事哭诉,我被社长杀了,我什么都没有 另外之前出面为张紫妍作证的隐姓师妹对媒体表示 自己就是在这位社长的生日派对上目睹张紫妍被侮辱 该社长性情暴躁,曾多次暴打公司一人,没有人敢反抗 张紫妍就是惧怕对方的暴力,才沦落成为陪睡工具 五千页证词,加上执行人不断爆料,张紫妍案的真相已经渐渐浮出水面 8月4日,该案的公诉7到7,届时法律会给作恶者怎样的惩罚,将会被各界高度关注 搞笑穿帮会脆,王俊凯做啥了,看起来这么尴尬 迪丽热巴上面这个黑色物体是什么,好像是麦克风 不过影视作品不是后期配声音吗?为什么还要麦克风? 吴彦祖旁边的这位叔叔,你是故意这样的吧? 李信饰演的圆纯自杀皇上没成功,然后就趴在地上双手抱头痛哭 就在这时候,身上的标签露出来了 72层西楼,赵丽颖影宝的衣服有点不太合身,是吗? 女神刘诗诗在打电话,这发光的手机上分明显示的是桌面的界面 我就想为你号码都没打出去,就这么聊,还真是演技牛牛牛 郑元唱张军宁的吻戏,颠覆了我的审美了 这西宫太厉害了,醉要被他完全吃进去了 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像当年,周星驰和赵丽颖,王俊凯一样,一直扮演着跑龙套的小角色 通过一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